9月20号上午收盘了 哎呀 这个走的横盘整理 没有像想象当中那样出现快速上涨 甚至跳空高开 什么原因呢 有几个原因需要特殊说 第一个 人民币 人民币这个位置不都说我们要降息吗 结果降息落空 落空了出现了低开低走 然后探底回升 但仍然围绕着这个均价线在前进 今天跌的最多的呢 就是小盘股 小盘股里面跌的最狠的呢 还是创业板 因为创业板一度跌的很凶 那么现在小盘股跟大盘股又形成了翘翘板 昨天不是 昨天是小盘股高高在上 你看 昨天是小盘股高高在上 今天小盘股呢就回撤了 那么现在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小盘股 尤其是这里面的创业板 大家看 159 我们打这个 159 915 就是创业板ETF 临近收盘的时候 这20分钟 突然间创业板ETF开始放亮了 这是啥意思 就是有很多小家伙们已经在蠢蠢欲动 甚至二线三线的一些东西还在飘 那么这些东西最近可不跌了 你看这个 是不是最近这已经横盘这么久了 并且昨天还收复了20日线 包括之前也分别挑战过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四次突破了20日线 只不过都没站稳 所以创业板这个位置应当值得我们高度密切关注 那么这个位置说了两个就形容词高度和密切关注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心里得多个心眼 一旦它能站上20日线 就像今天 如果它能站上20日线 往上翘头的时候 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开始布局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可以小搞搞 如果今天下午能回来收复20日线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会主动行的加仓10%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创业板ETF 好 我们再回到大盘来说 大盘当前仍然在5日线上方 这个5日线叫做短期趋势线 短期趋势线 由于昨天这个跳空高开上涨 把短期趋势线弄得有点拐头向上了 这个叫做短期趋势开始拐头 也就是开始小规模的超跌反弹 如果这个位置能突破 往上一冲 到了咱们这个跳空缺口 那如果能突破跳空缺口 代表着短期趋势强扭短 那这也值得我们高度注意 一旦收复了这个跳空缺口 上方只有一个压力了 就是20线 因为如果再往后一磨蹭 20线主动向下靠拢 越来越靠近 它们粘合的位置 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那么大概率在下周二左右 就会在跳空缺口附近将遇到这个20机构 那么如果下周二甚至下周二三以后 就是下周的下半周 很有可能就出现一个到跳空缺口20线附近 一个极端现象 什么是极端向下 要么这个位置来一个报复性的上涨 一举拿下跳空缺口 并且快速收复20线 这个就叫做强扭转 强扭转代表着现代趋势 在形成反转 那么我们大盘最近已经跌了四个月 从5月20号3174到现在2689点 大盘已经下跌了474个点 那么这个四个月的下跌也差不多了 那么如果到下周二的时候 如果按照一种特殊数据 也就是超跌指标来说 就是那个叫89天 在下周二也就在那个位置 那么很有可能就出现一个真正的反转 虽然说这个呢 只是一个就像一个图形影像 也就是一个技术指标 那么我们多个心眼 看一看也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现在大盘还在五月线上方 面临着这个跳空缺口9.08点的这个压力 同时呢又面临着挑战20机构声音线 今年就现在咱们这个阶段 已经连续挑战了四次 而且这四次呢 都有底背离低点结构 那我们这次如果向上一涨 那么这个位置什么结构没有 没有结构 没有低点的什么钝化 或者消失了也好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这个位置要想上涨的话 就得有一个报复性的大涨 要不然这个位置不能一蹴而就 如果慢慢的上涨的话 这种都叫做弱反弹 弱反弹对于散户来讲 消耗非常大 因为一涨一跌 一涨一跌 就这样的慢慢大涨小跌 或者是说就这样的 一涨一跌隔一天涨一天 或者什么进二退一 就这样的对于散户 为什么伤害大 当一赚点钱发现一回撤 散户就卖了 你等这这么反复几次 股价渐渐抬高 散户就不敢追高买 而就在散户一 没有了筹码 二还不敢买的时候 大盘开始真正的波澜壮阔 向上冲 那是不是散户踏空 对只有散户踏空 大盘才能真正的上涨 换句话说 人家主力也好 机构也好 还是上面那个无形的手 都在拿捏我们 那么我们散户怎么办 我们现在只要说拿住一样 只要这个位置能放量 这是第一个前提 它就很有可能出现 报复性的大涨 第二 这个位置呢 要在形态上 如果冲高回落 我说的是冲上 或者是说到了20线附近 如果再回落的话 回落很有可能迅速打低 就是把前方 前天这个低点2689点 直接干漏 那么如果冲高回落 直接干漏 这叫啥 这不又会快速出现一个低点结构吗 也就是马上这个位置 就会有低点形态 一旦出现低点形态 顿化出现低点结构 那样大盘在这个位置 反转开始 最起码这个位置 我们看住两点 一 报复性的上涨 二 低点结构 那么低点结构 下周大概率是没有 因为这个时间周期不够 那么就得推到11之后 好 那么如果11之前 我们现在就得想一想 到底又该持股过节 和持臂过节的问题了 那下周还有 包括今天啊 大概还有这个 五个半九一日 大家好好思量思量 如果真的大盘在11之后 能见底 或者是说11之前 能报复性上涨的话 我们手里这点仓位 是不是不够啊 所以我给大家带来 新的一个理念 我们现在手里 一有国家队 第二 我们还要往小盘股上盯一盯 小盘股是什么 159 915 就是这个创业版ETF 也就是创业版小票这一类 小票或者中小票 在这个位置呢 都已经不跌了 另外看这个 880823 这个不就是微盘股吗 微盘股大盘累累下降 人家还在低点不断抬高 而且又要创新高了 这证明什么 就是小票有很多东西 他们正在偷偷的搜集筹码 把我们老百姓手里的东西 都得夺过去 那么我们手里要是有 有这些小票的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观望观望 那么我说的重点就是 我们手里没有 因为现在我们只有10%的仓位 所以今天下午 如果这个159915 要能够放量 并且放量 要是收复了20线 就在这个附近 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上10%的仓位 就当是小票 我们在这个位置打底仓了 好 总结一下 今天下午 要么这个位置开始快速上涨 也就是出现报复性的上涨 涨得要快 要大 超过1.5% 甚至将近2%那样最好 那不就是一举拿下 大盘这个跳空缺口了吗 如果拿下这个跳空缺口 上方再冲破20线 那不就反转了吗 咱们指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下午我们等待着这个机会 就是咱这些 叫创业版ETF 能不能收复 咱们20线 如果收复不了 我们就放到下周一来办这件事 总之 现在我们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防守一快速上涨 防守二 这个位置震荡冲高 回落二次柱底 所以这呢 仓位还要控制住 我们现在10%很低 那这个位置 目的就是什么 我们不能再出现下跌的时候 因为没有 摆这个跳空缺口收复 还在下跌中计 只有收复了 那么它才能有一个反转的迹象 只是一个迹象 如果再次被二十线压下来 那不还是下跌中计吗 好了 那这个位置 既然我们有两手准备 是不是心就不要慌了 那么这个位置还想加仓 我们现在要布的是什么 就是创业版ETF 这一类的 这不就是小票吗 大小坚固 未来的上涨 我们哪个也丢不掉 朋友们 喜欢股帮大家关注 我们下午收盘见